大家好,我是老婆陈教授 我先来银行这里取点钱 我打算给我小孩点生活费 好久没见他 我一共取了600万老币 最后人民币3000多块钱 我先来一下童童康市场 找卖鸭子的越南鱼阿花 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我去了一趟市场 那是卖鸭子的越南鱼阿花 他今天没有出勤 于是我来到他家里了 这个阿花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非常的配合我 这个阿花他是越南人 他单独的租了这个大院子里面的一个小院子 房租是每个月1000多人民币吧 他来到我也有10多年了 最开始是减肺品 现在卖鸭子卖了几年了 不过不过近期没什么鸭子 没什么货源 就是那种大型的养鸭的人 把淘汰的不下单的鸭子做菜呀 卖掉 他们就买过来 把毛拔干净 然后去市场卖 他和他老公还有两个女儿 都是在老屋 都是住在这里 卖鸭子的越南女阿花 她知道我是来看小孩的以后 就去我的出桌房 把我小孩抱了过来 哈哈哈 当然后面跟着我小孩的小姨妈阿玲 我前期现在是和她弟弟阿迪 还有我小姨子阿达 还有这个最小的小妹妹阿玲 四个人住在一起 五个人住在一起 加上我小孩的话 这个小妹妹因为疫情原因 一直没有回家乡上学 她就在家里带我小孩 她玩的这个手机也是我以前买的 她和我挺熟悉的 一边看着我和小孩 一边给她姐姐花了信息 我前期现在在市场里卖护护品 一天能够卖个四五十万吧 上午加下午 能够挣个人民币一百多块钱 我以前卖的时候 一天能够挣个三四百 当然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生意不太好做 而且人民币汇率大幅上涨的原因 她从市场里面回来以后 没有过来和我见面 她是给她妹妹说 要我想小孩了就可以去看她 我把生活会拿给我小孩 他们就和我告辞了 卖鸭子的阿花告诉我 说我前期不久前感染了新冠 在家里待了十多天 也是刚刚不久才康复 老我这里因为医院条件的限制 重症患者是上医院治疗 轻症患者是在家里隔离治疗 所以我前期都是在家里吃药治好的 我在阿花的劝说和带领下 还是来我前期的出车房这里和她见了一面 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尴尬 简单的聊了一下天 问了对方的一点情况 我前期把我的东西返给我了 前面这两袋是我的衣服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硬盘 她已经把它返给我了 我前期跟我说 她说以后我想小孩了的话 可以随时去看她 她不会报警抓我的 她现在的状况的话 是没有另外再找其他的男朋友 暂时 她的态度 虽然没有开口说要我留下来 但是我感觉 她心里应该还是有这个意思 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把握 我后来跟我妈商量了一下这个事情 我说我有点想回家了 问她是什么看法 我妈跟我说 她说本来我要是回去的话 一家人团聚 这种情况应该是好一些 但是我妈又说 只要我回去了 我就一分钱也剩不着了 那我欠的二十万块钱 该怎么还 她的意思是 我现在做这个媒体 还能挣一点钱 今年还了十多万 还剩下有七八万块钱 她要我再在外面再做一年 把这个账还了 然后随便我怎么做 而且她还说 我前期性格很强势 一个是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出走了 前面第一次是三年前 我当时走了两天 走到朗布拉邦 后来是被我前妻发信息 给劝回来了 所以她说我们两个人 不一定能够长久 还有就是她也不愿意跟我 为中国生活 我这个欠二十万块钱的事 我老婆她是不知道的 我也不敢跟她说 这其中大部分是我在家里 以前建房子的时候欠的 还有四万多块钱是我借的网贷 和信用卡 现在已经预期一年了 算上低一些 应该是已经到了六万多了 这个钱我老婆是知道的 但是她不管 她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她从来不考虑我怎么还这个账 比如说有一次她自己生病了 我已经是拿不出钱了 按照道理 有两头牛是可以卖一头牛的 但是她不管 她还是坚决不卖牛 要我拿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是完全不诋毁我欠的这个银行的钱 说蓝天脸就是不管我的死活 我现在做的这个日媒体的话 也是非常难做的 我已经是全地以赴了 但是流量总是起起落落 也就只有我拍柚子妹和裁缝妹 那两个月的收入好一点 到了今年的一月份 也就是现在这个月 无论是播放量还是收入 都直接被腰斩了 所以说 未来还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好了 今天聊了这么多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